好 我要开始拍喽 来 一 二 三 好 非常好 来 笑一下 再来一下 一 二 三 好 非常好 谢谢啊 不客气 谢谢 谢谢 妈 妈 要不你们先休息一下 好 妈 你先回去休息吧 来 二位新人拍一张啊 接不接我参合起气啊 路总 路总 我也要蹭起气 卫童 你先拍一张吧 好好好 不好意思 稍等一下啊 来 几位看这里啊 来 一 二 三 好 非常好 能帮我们跟新娘合一张影吗 好啊 志愿 金总来了 去打个招呼 行 那我给你打个招呼 等会儿回来 你们去 借你老公用一下 走 金总 金总 好久不见 好久不见 来 哈喽 哈喽 一 二 三 一 二 三 很好 我可以跟新娘拍一张吗 那就期待合作了 期待咱们的合作 沈横 我能理解你 但今天毕竟是小陈 最重要的日子 别太过分了 只是拍一张照片 这个过分 只是拍一张照片 又不是想干吗 我想新郎 应该不会介意吧 志愿不会介意的 你过来吧 你过来 护衷 欧州 作词 别弄不介意的 你不介意的 我的天啊 您没有想到 这一年 有点好 三 存在 让我 老公 后空 拥有 异 你 对 这 你对我 就没有一丝丝歉意吗 这位先生 麻烦看一下镜头 来 我们拍一张 一 二 两位的笑容能再大一点吗 来 看这里啊 一 二 三 好 好 非常好 我们再来一张 一 二 三 好 非常好 谢谢啊 那边有个客户 想要见见你 好 沈先生 不好意思啊 你脸色不良啊 只会跟你说什么 我跟鞋穿了一天 太累了 我跟鞋穿了一天 要是累的话 就必须穿了 送你回家里休息一下 这么重要的场合 我却稀不太合适吧 小辰 我陪你去换衣服吧 好 好 来 谢谢 爸 妈 叔叔阿姨 谢谢 恭喜 谢谢 恭喜 妈 亲朋啊 咱俩 得有十多年没有见面了吧 是 你看 这么长时间 我也没过来看你 也没关心过你 这孩子结婚 你还惦记着我 三婶 您说什么呢 您是长辈 我应该多去看您才对 对了 那小陈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他们两个人在一个公司 但是具体是哪个 我也不太清楚 是大公司 反正是做投资的 那真好啊 你们看 这俩孩子多般配呀 还好 还好 你们也冻筷子吧 好好好 好好好 来来来 好好好 好好好 谢谢 谢谢 好嘞好嘞好嘞 切好 切好 冻筷子吧 好 妈 我们来敬你们 谢谢 小陈 来 妈 来 您腰有伤 坐下吧 有事 这一变天就不舒服了 妈 我单独敬您一杯 是 感谢您把小陈交给我 我答应过小陈 给她一个幸福的家 您小陈的妈妈 也是我的妈妈 谢谢 你好好带她 一定 来 来 来 少喝一点啊 孩子 好 谢谢 来 各位 过来一杯 幸福了 来 谢谢 谢谢 大家吃好喝好啊 你喝饮料小陈 那你不干了 我 干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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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来来 我帮她喝 我帮她喝 来 干了干了干了 干了干了 我先干了 对 干了 不要喝 一会儿给你们好好喝 一会儿给你们好好喝 妈 你要慢慢吃啊 小陈 你敬我一杯吗 好 来 我敬你 怎么我喝酒你就喝饮料啊 要不要再喝酒 你何必能喝酒 那你不要喝酒 我发生了 医生 你们去哪儿 你不需要喝酒 我喝酒 是不是 我来自爱 你 Min 不要吃您了 我看她 那么你 这 她长得很难 要考虑 她们 我 deploy 她们对我 我对她们 吴倩倩 大家都是同学 你有必要把事情闹得这么 叶小晨 你在这儿风风光光地举行婚礼 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 你一边跟沈侯谈着恋爱 一边跟这位陈先生暗通款曲 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 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 你有想过沈侯的感受吗 你脚踏两只船的时候 倩倩 你是不是喝多了 喝多了 喝多了 我没喝多 我说得不对吗 你一边跟水侯谈着恋爱 杜特李不就已经怀着陈志远的孩子了吗 我说错了吗 吴小姐 不好意思 这个地方不欢迎你 请你现在也出去 你回答我呀 你要是心里没有鬼 你为什么不回答我呀 对不起 她喝多了 让她接人 你要带走女朋友可以 大家把话说清楚 吴倩倩 我告诉你 第一 我和我先生还有沈侯之间 不管是三脚链 还是脚踩两只船 这都是我们的自由 也没有违背任何法律 也轮不着你来关心 第二 我和我先生是怎么从相爱到结婚的 这是我们的死事 我不用向你解释吧 反倒是你 这个早就把我拉黑 而且从来不跟我往来的大学同学 在我婚礼这么重要的时候 跳出来闹这一出 我不明白你安得什么心 除了抹黑我 我找不到别的解释 杨小诚 你说这话太过分了吧 你说这些 你对得起小猴吗 我对得起任何人 我问心无愧 你可以带你朋友走了 谢谢 谢谢 沈先生 这是婚礼现场 自重啊 我早就该知道 你一直都是这么盗脚链 别吃了 不好意思啊 各位 该吃吃该喝喝 尽兴 快点休息一下 不用 我们继续吧 别让大家看笑话 来 我敬大家 你看 多帅 大家多吃点啊 七包七包 你吃一点这个 你们吃 你们吃 来 我敬大家 谢谢你们来 辛苦了 辛苦开乐啊 辛苦开乐啊 辛苦开乐 谢谢啊 辛苦辛苦辛苦 我先走了 电话连接 辛苦了 谢谢 妈 你把你爸爸的脸都丢尽 我送你回去 来 来 放心吧 我让司机把妈送回去的 你今天也累了吧 早点回去休息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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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举地理解我的自卑与痛苦 也许他和我都是身体内 有一个战场的人 在这个战场上 希望和绝望同时绞杀着自己 是不是 这就是他愿意帮助我的原因 可 他的绝望是什么 希望又是什么 他给了我一条出路 谁能给他一条出路呢 小辰 晚安 晚安 你好 最近备受关注的深思集团 董事长兼川布侯岳珍 因病休养 暂时无法处理公司日常业务 由独生子沈猴出任代理厂网络 负责公司的日常运营管理 因为侯岳珍得的什么病 何时康复并没有人知道 而沈猴 早飯点好了 趁热吃点吧 让基本投资者对公司的未来 非常怀疑 引发深资集团股票跌停 林教授 这支股票的董事您认为如何 最近这支股票互动很大 被人总觉得 股票一只生是好事 可对庄家而言 股票一只生并不是什么好事 只要庄家清楚地知道 公司的实际盈利 对未来的持续发展有信心 利用大跌可以回购股票 等利好消息公布的时候 股票大涨 适当抛出就可以持终套现 沈欧妈妈的病 应该不至于无法管理公司 她应该是对沈欧心怀愧疚 想用事业弥补儿子的爱情 所以才提早了全力消气 但她还是会在幕后继续辅助沈欧 保证公司的稳定运行 她的事跟我没关系 快吃东西吧 一会儿还得上班呢 还有德国那边 她们觉得这批货和之前看到的设计图 有一些出入 不过是秀可的应染区别而已 德国人出了名的严谨 有一点不一样他们就不能接受 现在她们拒签了 这么大批货已经到德国 损失越来越大 我知道了 小沈总 一个顾客到在北京分店闹事 说咱们有批童装 被查出了荧光剂超标 能应对措施呢 消息正在往下压 喂 喂 你好 请问是诗斯集团的神后沈总吗 我是商报的记者 请说诗斯的童装 被查出荧光剂超标 作为国产龙头企业 应该准备如何向相信 你们的消费者交代 你稍等一下 我知道了 喂 您好 请问是诗斯集团的沈总吗 我是财经周刊的记者 听说诗斯的童装 晚点给你回复 诗斯集团的请问 还在吗 晚点给你回复 沈总 沈总 公司电话被打爆了 都是媒体和记者打来的 出去 您看 我们该怎么办啊 我说了出去 能不能让我一个人待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我不认我 印象态 查诗斯集团 你也看到了 信息 Ruben 这一团的报告 就是 史语 写 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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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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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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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